大家可以見到現在由過往幾個禮拜到今天 很多建制派在不同的社區打了很多輿論戰 去搶戰輿論陣地 去將一些對視態、微態形式 或者是站在中間的人 再拉到建制派 但是你基本上看到整個泛民 整個力量是聚焦在不同的佔領區裏面 如果真的到社區裏面跟他組織過 跟他打回輿論戰 去說服更加多人 在這幾個禮拜裏面是做得不足夠的 那公民論戰 接下來的佔領區的運作是怎樣的 都必須要到社區裏面做的 這是無用置疑的 有五頭的過程裏面 大家下去做社區動員 會自然一 就是希望團結更多在社區裏面 不同的陣營 或者不同的區域裏面的市民 去交回整場運動裏面 抗民思潮或者同學聯 其實都有一個交流 就希望都可以在這個佔領運動以外 我們同時可以做其他的行動 或者運動 可以令到政府的壓力加深的 原因不是跟有些人所說 你啟動辭職公投 這裡是撤退 沒有這樣的 不是一定要等好 例如說 戴耀廷教授說 自首會不會是這場運動的終結呢 我覺得未必是 我們現在2014年或者2015年挑戰他 如果他告訴我 我們已經是民意的多數 我不會跟你選 都是選手指的叫他 是不是啊 所以 我們的公投 有沒有雨傘運動都應該做的 因為我們最大的犧牲都是五個位置 但是我們會為全香港的人 在國際 在所有的地方告訴他們 你早休息吧 是不是啊 你贏我們 浪費時間吧 第一樣 至於剛才文樂說的 喂 這個超區會輸 你真是浪費時間啊 文樂 因為上次80萬到78萬 是因為有8萬票 是響應人民力量和社民力 所以要投白票嘛 你難道他 這個劉哥說 恨一票都恨到流口水的會投白票嗎 所以那8萬票的白票 完全都是我們的票 188萬到78萬 我們根本沒得輸 那你說如果 咦我要將這個雨傘運動 利用公投推向一個高峰 大家要記住的就是說 雨傘運動是公民抗命運動 我們已經預計了博拉 我們要製造這個 塞路的情況 產生這個社會的一些影響 而給壓力這個政府 你說我塞路 三個地區塞路影響大 還是辭職公投影響大呢 對政府來說 我看不到變相公投 產生的震盪和影響力 比加下三個地區塞路影響大 當然到今天為止 我都是覺得變相公投 是有它的價值和目的 但是你說在現階段 在現階段 立刻啟動這個公投呢 剛才我連串的問題 我是有疑問的 我都不知道 是有疑問的 有疑問的 有疑問的 是有疑問的 很相關嗎 感谢观看